给大家说几个臭宝比较关心的话题 垂丝茉莉冬天怎么养 我的天哪 我养的都不好 你看都冻死了 看到没 有时候我觉得我都不配交给大家养花 我养了万把来割的垂丝茉莉 它冻死了好几颗呢 看到没 你看看看看 你看看 你看长得都不好 你看黑尖 黑尖 叶子发黄 有黑点点 看到没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也是都长成这样了 长得一点都不好 你看有的都冻死了 还交给人家养花呢 你看都冻死了 你看这个也冻死了 是吧 哎 有时候我觉得 交给大家养花 我有时候觉得我都不配 我都把花养死了 对吧 其实臭宝你一定要明白一个事啊 就是武术教练 就是国家级的武术教练 他也不能说百战百胜啊 你说对不对 所以说有的臭宝说老花医垂丝墨里冬天怎么样 你首先保证的第一件事就是温度 你温度不够我告诉你啊 臭宝 他百分之百冻死 老花医都冻死了 一会儿说老花医你家温你 我家了 我钱花了 冻死了 没招啊 我天 这温度太低啊 我还不能对抗老天爷啊 我还能对抗老天爷啊 我天 是不是啊 所以说臭宝要理解 第一个就温度的是 垂丝墨里是极其怕冷的 第二个是说光照啊 其实垂丝墨里啊 它是喜欢光照的 我们这个棚里面的光照根本就不够 但是呢 它又害怕强光的暴晒 以及非常长的日照 就是它喜欢短日照 它不喜欢那种 就是你的脸皮就晒得你浑身难受的那种光 明白了吗 其余的光照就给它晒 尽量的别超过八个小时 有的话说八个小时还短吗 我跟你说 我大舅子也是 我大舅子呢 就是八分钟 他就 他说我时间很长了 其实臭宝你要知道八分钟 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来说 它很短 基本上人均八小时 明白吗 所以说植物这个来说 八小时光照 以内的都叫短日照植物 像蟹短兰啊 草树花啊 是吧 都是八个小时以内 所以说你要懂这个事就行了 明白了吗 喜欢短日照 不要很强 喜欢日照 浇水在一块呢 就干了再浇 你摸一摸盆土嘛 你摸着盆土 干了你再去浇 不干的话 你尽量控制住你自己 肥料选通用性的 如果说 有的话说 老板你看你们这个 黄成这个样了 你们明年会怎么处理啊 我们明年会修剪 知道吧 有的话说怎么修剪 我们就会大量 大面积的修剪 基本上剪得很重 让它重新再长 然后我们会丝上肥 像这种叶子 什么发黑了发黄了 全部剪掉 让它重新长新的 就是没有什么植物的叶子啊 病害啊 是修剪一次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的话就剪它两次 它反正植物你很难把它剪死 它还会再长 你话说剪死了呢 它剪死了再买 你说是吧 臭吧 嘿嘿嘿 要不卖花的卖给谁呀 嗯 就要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油的养花 这是什么事 老花一 养花最热情 拜拜吃吧 嗨 嘿嘿 嘿嘿